今天又來介紹一件 可能是女性朋友會比較適合的東西 帶大家回大陸拍韓式證件照 臨近畢業季節 有些今年畢業的朋友可能已經開始運工了 有部份的朋友可能會認為 拍一張漂亮的證件照 放在CV那裡可能會增加成功的機會 待業了一段時間的IM表妹 雖然不是太認同這件事 不過就覺得既然都待業了這麼久 不如儘管去試一試 看看這個留言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過他搜尋過就發現 在香港拍一輯韓式證件照 大部份影樓都是逐項收費 如果真的想包括了 化妝、石頭、服裝、Photoshop 和拿一個soft copy的話 限定都要收成幾百元 所以我們就決定幫大家 去深圳其中一間近年最火爆的 精緻證件照影樓 天真藍道試一試他們的技術 和L遊記 天真藍2010年在上海創立 現在是大陸的17個城市都有分店 其中在深圳總共有5間分店 除了提供拍攝證件照的服務之外 還可以拍攝大陸的婚姻登記照 全家福、藝術寫真 甚至是幫寵物拍照 拍不同的相片會有不同的收費 假設來拍證件照的話 拍一種底色的相片剩為180元 如果想拍其他底色的話 每個底色零價150元 另外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他們還有一個學生優惠 便宜了接近一半只需要99元 就連香港學生都會有這個優惠 到時大家就記得要拿學生證去吧 這樣的收費到底包括點什麼呢 裡面包括化妝、設計頭、提供服裝、撕相 最後還會提供一個低片的Soft Copy給你 以及一版曬出來的相 視乎不同尺寸的證件相 可以裁成不同數量的張數 因為天真藍真的是一間比較火爆的影樓 來拍之前需要提早在 WeChat的公眾號上預約 星期六日的話需要提早兩天 而平日的話也要提早一天 可以選的時段由早上10時到晚6時半 另外是需要付60元的按金 來到之後 首先你可以和Counter說你的名字 然後Counter的人就會給你一個 化妝工具包給你 裡面有三角形的化妝面 粉撲和用來塗唇膏的面棒 然後你就可以找個位置坐下等叫名字 叫到你的名字之後 工作人員首先會帶你去換衣服 總共有這麼多款衣服可以給你選擇 算多還是少真是好見仁見智 而有些盤色我就覺得有點老套 但比較特別少少的是有旗袍可以遮 不過如果大家來拍正件相的話 我想就這樣借普通的白色襯衣就已經足夠了 星座勉強要自己帶去 又或者穿著去拍照這麼麻煩 換完衣服之後就輪到化妝和設計頭了 由於Ian的皮膚比較好 加上是拍正件相的關係 所以這裡的stuff就只是幫他簡單化一化 不過我就留意到 通常有些皮膚沒那麼好的人 化妝時間就會比較久一點 另外Ian就說這裡用的化妝品 都是用一些中等價位的大牌子化妝品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 他會用一些cheap 東西了 化完妝設好頭之後 就輪到入影盤拍照了 不同在香港拍正件相通常都是坐在這裡拍 這裡是站在這裡拍 而我就覺得這裡的攝影師 都算多用心去幫Ian拍照 因為只是拍一種底色的相 都拍了差不多兩個靈子 前前後後拍了三十幾四十多張 而且會不斷叫Ian微調位置和姿勢 務求可以拍到一張最美好的正件相 拍完之後 還會立即在旁邊的Mac機數字相給你看 還會提供很多意見告訴你 他覺得哪一張照片拍得最好看 當然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 選一張你認為拍得最好的照片出來 然後他就會抹下照片 等晚一點由修圖組去撿照片 而如果你像Ian這樣 需要拍兩種底色的話 拍完一種底色之後 你還可以出去換件衣服 再回來拍第二種底色 我們來拍那天是平一時間 整個化妝家拍照的過程 大約用了一個小時 而我們問過工作人員 他就說星期六日可能就要長一點的時間 大約要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拍完照之後 如果想即日拿照的話 工作人員就跟我們說 大約等多一個至一個半小時 收到短訊之後就可以回來拿了 不過我們那天其實就只等了半個小時 回來天真藍之後 首先就要進來這個修片間 看一看已經收拾好的照片 看看滿不滿意 如果網絡沒什麼大問題的話 就可以回出去等多一個小時 等照片曬出來 那些照片會用一個很小的小信封來入住 如果soft copy就會傳到大家的email 你也可以透過他們的公眾號來下載 拍出來的效果到底是怎樣 好過還是超過香港的 我想我在這裡就不評論了 留給大家自行判斷 阿Yen就覺得挺滿意的 不過作為一間連鎖店 由於客流量大 所以我們就覺得有些細節位做得不太夠好 例如衣服有些都挺殘 幫阿Yen化妝就略為隨便了一點 撿上那裏 我們提出一些很簡單的額外要求 他都會想藉口退了我們 好了今天就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 明天為什麼 來點 prefix